我們現在成功抵達伊朗德克蘭 在杜拜過來 首先在杜拜花了兩天再飛德克蘭 剛才遇到少許問題 阿Kym差點想殺了我 因為我們搞的伊朗的Visa是我保持的 但今早可能太睏了還是怎樣 我在機場檢查後 Visa不逆而飛 而且我不知道 在杜拜上飛機 之後來到伊朗 準備入境才發現 Visa去了哪裡 不見了Visa 不知道怎麼辦 但這裏的移民都很友善 我問他怎樣 說真的不見了 他就帶我們 叫我們去一個很近的落地簽證的地方 因為由於我們已經在香港 其實已經是 弄好了簽證 只不過是不見了實質的文件 他一開始就跟我們說 說沒得馬上補給你的那些 但後來他就 用人手 我看看現在馬上炒出來給你們看 用人手寫了一張 這樣的紙 基本上就是有我們 簽證的資料 然後就 被我們入境過了 那他們 後來也沒有人罵我們 每個人都 都幫助的 幫我 撿了這個蘇州市 然後 我們一出來 就去了銀行唱錢 我們是帶美金來唱的 一元美金是 賺了一百多 伊朗錢 然後 我們唱了幾億 超誇張 還有一千元美金 有五百元美金可以即場唱 有一千元美金 他要我們拿一張帳 去另一個分行 拿些錢 然後 Kim 拿錢 我就去買SIM卡 SIM卡 大概 七元美金一張 兩張 加上一百幾萬 伊朗錢 然後 七元美金一張 然後 就 10GB 的數據 就可以用一個月 這樣 那就 4G網絡這樣 還有個4.5G的網絡 也不知道怎樣 他就要等半個小時 才可以 開啟這個SIM卡 變了我們就在這裡 買了一些飲料 去機場那裡 對 對 那就 看一看 等他開啟 因為萬一他的SIM卡不行 那我們也有得 收拾衣服 立刻去找他算獎 對 那 說到這裡 拜拜